8月19分来到我们气象时间 北部地区昨天入夜到今天上午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不止天气转凉 水气也增加 夜里是在下雨的 我们来看到这几时温度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加上下雨的缘故 北台湾今天温度明显的转变了 现在早上8点钟台北16.5度 真是蛮凉冷的出门 要记得穿外套 那么台中18.9度 台南19.3度 在高雄22度了 樱花地区一旦只有17.8度 花岭是19.8度 今天白天新竹以北还有宜兰 白天的高温大约是18到20度左右 苗栗还有花东高温来到22到25度 中南部的影响比较小 仍然有26 27度的高温 我们带你看到雷达回波图 这次的雨量告诉你 主要集中看到水气都是在北部地区 东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 东半部地区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一带 还有宜兰地区 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目前今天累积的雨量 在新北万里 还有新北的瑞芳 主要都是在北部地区 预估这波的降雨 会持续到周六的上半天 那么中央气象局 也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图 提醒大家这天气的重点 会有较大的雨势要留意 主要是在昨天入夜之后 到今天这个礼拜五 经由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我们带您看到温度的预测方面 这边有三条的曲线 这个红色地区代表的是北部 那么蓝色是中南部 东部地区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红色这条线 到了周五的时候 北部周五天气气温是比较偏凉的 这红色曲线是在三条当中最下面 气温是比较低的 至于蓝色这条线 你看到中南部受到的影响 就比较少了 周六下半天会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台湾附近的风场也会转变 到时候周六下半天降雨的情形就会缓和下来 好 今天礼拜五降雨的情形在上半天 主要是在东北部地区 雨势是比较大的 那么到了明天告诉您下半天 雨区会缩减 剩下主要是在花冬一带 午后西半部则是山区 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就是要看热力作用 而气温方面逐步的回升 周日在花冬地区 仍然会有短暂震雨的机会 但是其他地方是多云道晴 而且到时候白天舒适暖热 我们看到最后来到这后半段的时候 这天气气温是明显的曲线往上走了 气温明显回升 大家在周日的时候 又会有回到夏天的一个感觉 而气象专家指出目前的水库水位 还有初步的天气预报资讯来看 台湾的水晶依旧是非常的吃紧 恐怕是必须撑到梅雨季 甚至是有台风 才能够进一步的缓解了 古语的水晶侧